第一次用長片 今天要來講 架接、降接 石根和石森的四個差別 架接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這樣長這樣 老熟應該都知道 這個叫檯木 這個叫接穗 接穗就是上面長得比較慢那個 就是因為它長比較慢 所以我們才要用 架接的方式來讓它衝快 這個檯木的特色就是 它長得一定比它快 所以才能幫它衝它的速度 譬如說它可能要五年才能長成五公分 那我們可能用架接一年就可以達到了 像是兜錦長很慢 像是超兜長很慢 或是有一些賣家想要趕快 讓它育種 育出特殊的花色之類的 價值會 省了好幾年的時間 一定要用同科的 譬如說仙人長科 就只能陪仙人長的接穗 像是景天科 我看過有人用獠牙兔來接服娘 常見的檯木有秀浦、三角柱、育乳柱啊 還有一個那個很常見可以適合拿來衝幼苗 那個叫 一根細細那個叫什麼? 假接有一個風險就是 我們很常沒有顧好的話會從這個 接穗跟檯木的中間這邊爛 我自己不太會顧 我就會從這邊爛掉 擴散 或是從底下爛 然後你沒有注意到 你就繼續讓它往上爛 我們常會在臉書的那個拍賣社團上面看到 為什麼有一些現在長會特別的 比市價還要便宜 如果他老闆沒有講的話 那就他有可能是降的 所以你如果有這個疑慮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老闆 降接就是說 這個檯木啊 他可能本身他接他下面有一些木質化 木質化就會讓這個檯木的生長變慢 變慢的同時就會讓他的接穗也長很慢 賣家就會把這邊砍掉 這個叫降接 如果是降的話呢 他直接打降 然後已經是無根了 降無根的意思就是說 他把整個 這整個檯木都給他挖掉了 他已經整個檯木都已經沒有了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建議你是要買10根的 當然新手不建議買降的 最好是10升最好 如果是降的話 然後你又非常喜歡 然後你又沒有把握說 他會不會在你手上死掉 因為這樣的話 他要靠 接碎自己本身的能力去發根 我拿人來比喻 就是說你已經安逸了 一段生活了之後 突然要你出去獨立 那不是 會有一段適應期間 那有的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 也有很多人會 因為適應不了社會 然後遭受打擊 所以我們把植物看成人 他也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 本身的生命力夠強的話 他可以馬上的長根 但他如果本身已經習慣靠牠們的話 他可能要等很久很久才會發根 如果是生長期 最久也有到一個月 所以如果你 你很喜歡這個植株 然後他又是降階的話 那記得 你就又先挑10根的 意思說 老闆已經先幫你把它發根了 發根的話 通常都可以讓他穩定的 如果是穩根的話 那最好了 然後再來是10升 10升就是從一顆種子 從他種子 種到土裡慢慢長大 所以說 10升是最好的 那這四個 嫁接 降階 10根 跟10升 來排名的話 第一優先選的 當然是10升 因為10升沒有嫁接的風險 第二名的話 就是10根 10根就是 他已經降了 然後他幫你發好根了 那就代表說他有根 而且根如果是健康的話 他就可以繼續穩定生長 再來是嫁接 嫁接就是 就是這樣 幫你接好健健康康的 那你穩定膠水 這樣他就會沖很快 喔還有一點喔 我之前剛買嫁接仙人掌的時候 我會不知道說 要以這一顆的特性為主呢 還是他的特性為主 因為台木長很快啊 愛水啊 上面的接稅 例如都他可能 我只要10天一個 10天兩個禮拜交一次 可是他一個禮拜 就會乾扁到不行 你要以台木為主 台木可能 兩三天就扁了就可了 那你就要兩三天去交一次 這樣接10根 你就把他當 他是10升的仙人掌 再養就好了 就不要再用 嫁接的他的 台木的特性去養 這就是以上 我知道的這些消息 新手可以參考 熟手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 一些關於 嫁接的知識 歡迎跟我討論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很熟 我自己 我自己嫁接了 這麼多植物 只有兩顆 到目前只有兩顆是 活下來的 所以 歡迎老手 老屁股 跟我留言 互動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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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